巨蟹座 巨蟹座在五月份工作表现十分优秀 可能有一些紧急任务 不过你都可以处理得当 会有一些吸引你的合作案 不过还是要多加检视会比较好 你在职场上的表现很吸引人 所以仰慕你的人也会非常多 会有一些人你会觉得特别吸引你 不过反而要好好的考虑选择 对你会比较好 这个月也适合调理 生理心理的健康 尽量做到平衡 这个机会很难得可以好好把握 如果你从事的是跟大学 异国海外出版贸易文化相关的领域 你会有许多任务合作案 不过也可以经由这些领域 结交到许多的朋友 不管是实体还是虚拟的网络上 都有机会结交好友 他们非常有可能会是你的贵人 可以帮你解决工作上的问题 也是要好好把握哦 总体来说 这个月你在海外的机运 还有交友的机运都是非常好的 他们可以提供你很多不同的思维 帮助你打开你的格局 当然也可能会遇到你不喜欢 或不对盘的朋友 但是这些并不影响你 从好的朋友身上去学习 这些朋友多半都是非常聪明的 也可以帮助你去发现自己的不足 因此交友之队是这个月的重点 好好把握哦